香港人長壽已出名,可能是世上最長壽地區之一 2018年衛生署數據指香港男性的預期壽命高達82.2歲 而女性更加是87.7歲 即是說香港人的預期壽命比日本、意大利還要高 真的有沒有搞錯 我們出了名,生活壓力大,居住面積少 少運動、零食多,夜睡之家,醫生又貴 這樣都長壽,難道真的未供完樓? 有人說香港風水好,公立醫院又好,又有水 又說南方人的基因特別長壽等等 這些很多因素,全部我都是聽回來的 不過我做了保險多年,有一件事可以肯定 懂得用預期壽命這個概念的顧問 真的沒有多少 舉個例子,如果我問香港男性預期壽命82.2歲 即是說什麼呢? A.82歲那年最多人死 B.男人很大機會,活不過82歲 C.香港男人起碼82歲 最後答案,你的答案其實我聽不到 不過很有機會是錯的 經常引用的預期壽命數字全名 是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 這個是一個統計學上的中位數 即是說2018年出生的香港男性 有100個裏面其中50個是活到82.2歲的 另外一個50個就會在82.2歲之後才死 不過不知道什麼時候死 可能全部在83歲就死 又或者100歲之後一個都不死 再加上來說 就是100個2018年出生的BB 第50個男孩會在2100年死 就是這樣 並不是說健康還是不健康 更加不是說一個集體的平均數 數字只是適用於剛出生的小朋友 所以如果你已經幾十歲人 82和87這兩個數字都不適用 英國廣播公司BBC4幾年前有一個節目 大家可以去網上搜尋一下 節目主持人是兼橋大學教授 提到17世紀之前 科學家基本上對或然率 或者統計沒有什麼概念 大部分的說法都是自己想出來的 其中有些說法是什麼呢 就是人的一生 任何年齡的死亡機會都是均等 即是說年輕一點老一點都不會特別惡死 當時另外有個說法就是 人到了49歲或者63歲 是一個關口來的 特別多人在這兩年死的 當時英國的天文學家 很著名的哈雷 即是發現哈雷水星那個 就覺得不太對勞 他就走到墳場做研究 逐個墳頭抄下先人的生出年份 然後回家做統計 首先他發現不同年齡的人 死亡率是不同的 青少年死亡率最低 嬰兒長者死亡率都會高很多 第二他特別留意 49歲和63歲這兩個年紀 就發現沒有什麼特別 其實有才怪 哈雷把這些統計資料和圖表 他在1693年在學術期刊發表 成為日後著名的哈雷水星 不是這張 沒錯這張 這個表格奠定了日後人壽保險的保費計算 和年金的理論基礎 間接推動了人壽保險業的出現 大家看看 這個表格紀錄了17世紀 一千個在英國隨意收集的生死存活紀錄 表格開始時有一千個小朋友 按年齡紀錄他們的存活 例如到了五歲的時候 一千個嬰兒就剩下732個 而到了34歲的時候只有499人 即是大約一半 一半人 即是當年隨機找一個英國出生的嬰兒 一半機會可以去到34歲 34歲 就是當時的出生預期壽命 預期壽命數字並不代表你是否健康 亦不代表你去到那年後要準備生後事 這只是表明和你童年出生的一百個人 第五十個人幾時死 台無塞學師和你做設計方案的時候 都會念念有詞說下你 由退休至生命預期終結時候 你的總消費要多少 如果你仍然是用82或87歲做參數 你的計劃極有可能是計錯了 下一集我會講下 怎樣在網上輕易估計到自己的預期壽命 更重要是有什麼因素會影響你的預期壽命長度 食煙、飲酒、人種 以至你平時坐車有沒有用安全帶 全部都有關 順便檢視一下自己的理財方案 要不需要修正 好 下次見 下次見